你知道人的大脑里都装着一些什么吗 就拿小女孩莉莉来说 她的大脑里面就住着五种不同情绪的小人 他们会通过控制台操控莉莉的日常生活 蓝色头发的是乐乐 负责生产快乐的情绪 戴黑框眼镜的是悠悠 总是让人忍不住悲伤 紫色的小人是怕怕 通过发送害怕的情绪 帮助莉莉躲避一些危险 绿色头发的是艳艳 平时会有一些小傲娇 会直观表达自己的喜好 而红皮肤的是怒怒 她呀是个急性子 经常容易发脾气 随着每次情绪的产生 莉莉的大脑中都会出现一颗记忆球 大部分是快乐的回忆 乐乐也自然成为首领 而其中最重要的被称为核心记忆球 来自于莉莉生命中每个最重要的时刻 比如第一次进球得分 第一次交到了好朋友 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 每一个核心的记忆都会孕育出记忆道 代表莉莉不同的性格 也造就她现在的个性 在莉莉11岁之前 所有的运作都很完美 她呀有可爱的朋友 和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突如其来的搬家打破了现在的美好 由于父母工作需要 他们搬到了旧金山 但性价实在太破了 房间里面又脏又臭 地板上还有死老鼠 卧室也小得像牢房 看到这样的场景 总不瞬间乱成一团 产生好多负能量球 还是乐乐及时出手 脑补出房间的布置 才让莉莉开心起来 可这个时候 搬家公司又打来电话 家具得下星期才能到 父母因为这事吵起来 莉莉瞬间没了心情 今天真是糟糕的一天 为了安抚莉莉的情绪 乐乐调出快乐的回忆 才让她慢慢平静下来 第二天 莉莉来到新的班级 老师让她自我介绍 可面对陌生的环境 怕怕都快要崩溃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还是乐乐及时就场 调出打冰球的记忆 才让莉莉有了勇气 可话还没有说完 莉莉却突然哭出来 原来是悠悠不小心 碰到刚刚的记忆球 快乐瞬间变成了悲伤 这种改变是不可逆的 以后莉莉再想起这些 就都变成伤心的回忆 而这个时候 新的核心记忆球产生 却是代表悲伤的蓝色 乐乐连忙上前阻止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核心记忆球 全都是快乐的金色 她不希望莉莉 最重要的回忆里面 带有任何悲伤的情绪 想把它送到大脑中的 长期记忆储存区里面 可悠悠却不同意 这毕竟也是核心记忆 两人随即争执了起来 却一不小心 打翻了所有的核心记忆球 被长期管道吸走 性格岛也都随之关闭 为了救回这些记忆 他们也被意气吸进去 两人不断地向下滑 最终掉进长期记忆区 索性核心记忆都还在 但这里离总部非常远 为了尽快地赶回去 乐乐来到了淘气岛 打算朝进路回总部 可刚刚走了没多久 桥梁突然开始崩塌 淘气岛也跟着坠毁 原来是总部出问题了 当乐乐消失了以后 控制台没有人掌控 剩下的三个人 只好模仿着乐乐的行动 可他们毕竟代表着恐惧 掩误和愤怒 莉莉还没说上几句话 就和爸爸大吵了起来 爸爸听后非常生气 把莉莉赶回房间里 但事后她也很后悔 跑来找女儿道歉 还像小时候一样 学着猴子逗她开心 可失去回忆的莉莉 无法感受这些情绪 反而让淘气岛坠毁了 两人只得穿过记忆区 去旁边的友谊岛试试 路上遇到两个记忆工 他们正在把褪色的球 丢进记忆垃圾厂里面 不管是什么样的回忆 只要遗忘就会被丢弃 可就在说话的时候 友谊岛也开始坠毁了 原来莉莉在视频时 得知闺蜜叫了新朋友 怒怒当场就抱走了 控制莉莉挂掉了视频 和闺蜜单方面的赌气 友谊岛也因此毁灭了 两人只能再去下个岛 可这里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必须得加快脚步 否则其他岛也很危险 刚揍没多久 他们又遇到了小粉象 乐乐一眼就认了出来 从今和莉莉形影不离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渐渐地被莉莉淡忘 但冰棒是个热心肠 得知他们要回总部后 立即指出了一条明路 不过他们得先通过 莉莉的抽象思维空间 才能到达列车的站台 悠悠有一些担心 他们很可能被解构 可这是唯一的捷径 乐乐想快点赶回去 于是率先闯了进去 她只好无奈地跟上 果然刚进去不久 寄人就变成抽象碎片 然后又变成二维形态 他们要在彻底消失前 逃出这个抽象的空间 可门口就在眼前 他们却没办法出去 这时悠悠突然想到 几人把自己变成直线 终于离开了这个地方 可列车已经开走了 他们只能去下个站点 路上经过了想象之国 这里有云朵防止排屋 还有莉莉的幻想男友 可就在这个时候 冰球岛也坠毁了 原来为了让莉莉开心 妈妈带她参加了冰球赛 但是核心记忆消失了 莉莉忘记打冰球的感觉 在比赛的时候频繁失误 最终生气地离开了球场 现在只剩下了两个岛 他们必须得加快脚步 可偏偏这个时候 记忆清理工上线 倾走那些过期的想象 包括冰棒珍规的火箭 可惜太迟了 火箭车被扔到垃圾场 冰棒伤心地坐在地上 乐乐在一旁安慰她 只要回到大脑总部 肯定会有解决的办法 可冰棒完全失去希望 这时悠悠坐到她身边 你一定很难过吧 冰棒忍不住打声痛哭 但是哭过之后 她重新振作了起来 乐乐感到非常奇怪 问悠悠是怎么做到的 可悠悠自己也不清楚 不过指得清一清的是 四位列车还没有开走 几个人偷偷爬上车厢 但现在到了睡觉时间 四位列车居然停运了 他们等不了一个晚上 于是来到梦境制造厂 准备用噩梦下行李李 即是乐乐想有美梦的 但事实证明这并没有什么效果 冰棒还被梦境员抓走 融进丽丽的潜意识区 这里都是黑暗的记忆 两个人只好先救冰棒 因为刚刚乐乐 把核心记忆交给了她 在穿过优神的走廊后 他们终于救出了冰棒 并顺便搅醒了小丑王 那是丽丽的童年噩梦 她果然被吓醒了 四位列车也终于气痛 可事情总不会顺利 列车刚开到了一半 城市岛也开始崩塌 列车也跟着坠毁了 他们三个被救下来 不用说又是总部出问题了 原来丽丽醒过来后 其他情绪也跟着醒来 怒怒的起床系上头 她认为都是搬家的错 如果不是搬到这里 他们也不会遇到 这么多造型的事情 于是她专上艾迪尔灯泡 让丽丽产生了 偷偷跑回去的想法 那里才是快乐的源泉 可没钱买车票怎么办 在怒怒的操控下 她偷偷拿走银行卡 准备买明天的车票 城市岛也就这么崩塌了 现在只剩下了家庭岛 但随着丽丽的出走 家庭岛也出现裂缝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他们发现了记忆管道 只要进入到这个管道 就可以光速回到总部 可悠悠爬上去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核心记忆 他们瞬间染成了蓝色 乐乐连忙推开了她 莉莉只要快了就可以 于是乐乐跑起了悠悠 一个人进入到了管道里 但事情没她想的那么顺利 管道在半路断裂 她和冰棒都掉进了 记忆的垃圾厂里面 如果逃不出去的话 就会随着记忆消失 而这时 乐乐发现一个悲伤球 正是转学那天的记忆 还有无数褪色的黑球 是被莉莉遗忘的记忆 看着从前的过往 乐乐忍不住哭出来 自己再也没有办法 为莉莉制造美好的回忆了 眼泪滴进金色的记忆球 她用手轻轻地擦拭 记忆球突然变成了蓝色 那是莉莉开心前的事情 原来爱那天是重要的决赛 莉莉却错过关键的一球 她觉得非常的沮丧 甚至难过地想要放弃 但父母的安慰 对有的鼓励 让莉莉重新振作了起来 画面这才转变成了金色 这份快乐是来自于悲伤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乐乐突然想起来 冰棒的火箭车被丢在这儿 于是用场格的方式 找到买起来的火箭车 可是两个人太重了 火箭根本就飞不上去 看着自己消失的左手 冰棒暗暗做了决定 在最后一次升空时 她悄悄地跳了下来 把希望留给了乐乐 等乐乐反应过来时 冰棒已经慢慢消失了 带她去冰箭车 给她去冰箭车 好吗 我会尝试 冰棒 乐乐重新打起精神 她准备去和悠悠道歉 但悠悠刚刚被打击到 说什么都不愿意回去 雁看着她越飘越远 乐乐突然想到了办法 她复制99999个男友 利用他们搭乘了人梯 跳进了家庭岛的蹦床 然后借助蹦床的弹力 拦住了半空中的悠悠 可总部的玻璃太厚了 怎么砸都没什么效果 还是艳艳想到了方法 她故意开口嘲讽怒怒 他们俩才终于进来了 但总部的情况更糟糕 莉莉已经坐上大巴车 控制台也变成了灰色 现在的她 已经感受不到任何的情绪 他们三个人 也尝试 把掉那个错误的想法 可惜谁都没有成功 只能摆脱乐乐解决 可乐乐却拉住悠悠 只有你才能帮莉莉 悠悠来到控制中心 尝试拿出那个想法 而莉莉也受到感应 她立马下车跑回家 爸妈担心地询问她 而此时的乐乐 也把核心记忆交给悠悠 他们瞬间变成蓝色 莉莉啊终于说出心里话 爸妈的眼里满是心疼 有哪里会舍得生气呢 一家人的心结被解开 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看到这一摸的乐乐 把丢掉的球还给悠悠 是开学时的核心记忆 悠悠则拉住了她的手 一起放在控制台上面 莉莉眼里虽然带着眼泪 但嘴角却微笑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新的核心记忆球出现 混合了青蓝两种颜色 创造出更大的家庭道 也开启更丰富的生活 故事的最后 总部换了全新控制台 每个人都有专属开关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莉莉的核心记忆球 色彩变得越来越丰富 也培养出不同的个性 她主动跟闺蜜和好 也结识了新的朋友 家庭关系也更加牢固 一切都如此的美好 快乐固然非常重要 但悲伤也是同样的 估计也是一种发现 每种情绪都有存在的道理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才构成独一无二的我们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